主料,土豆两个,鸡蛋两个,金枪鱼罐头一瓶,主料,洋葱一个,柿子浇拌个,面粉三大勺,番茄匹萨酵料三大勺,盐两小勺,黑胡椒碎一小勺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土豆削皮后擦成丝,洋葱切成丝,锅中倒入一点油,放入洋葱翻炒, 洋葱炒出香味后,放入土豆丝继续翻炒,土豆丝炒熟后放入连巧味,炒好的土豆丝倒入一个碗中,稍微放凉后打入两个鸡蛋,放入面粉,适当的掉入一点精水搅拌,拌匀后放入一点黑胡椒碎,在煎锅里面放一点点油,倒入面不用铲子铺平,中火煎,一面煎熟后翻面煎另一面, 两面都成焦黄色后便可出锅,其实这样的吃就已经很好吃了,不过,为了更美味,我要在土豆丝上加一小匹萨酱,一点金枪鱼,一点洋葱丝和青椒丝,再撒上赏亮的马苏里拉奶酪丝,放入烤箱中等用180度的温度烘烤5-6分钟, 这实在在饼上加入多一些的奶酪丝,继续放入烤箱中,烘烤5分钟后就可以享用了,烹饭技巧,烤箱温度时间需摸索,每开烤箱有不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